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惨状和缝利满脸的怨气 这是怎么搞的 什么时候受得伤 你怎么没和我说呢 我将行李扔到一边 蹲下来心疼地拢着西西 想抱抱她 又怕碰到伤处 西西缺声声地看着我 没吭声 在旁边玩小汽车的沉沉计划道 爸爸 妹妹摔了一跤 把胳膊摔断了 我回头问冯丽 怎么回事啊 冯丽原本在擦桌子 文言忽然将手里的麻布摔在地上 哑着嗓子吼道 问你爸爸去啊 说完 他走到窗边 插着腰站着 情绪平复后 将两个孩子带到书房看动画片 出来后 他拿起手机 调出一段监控视频 丢到我的面前 你自己看 我拿起手机 当我看到爸妈出现在画面里时 心里咯噔一声 冯丽哽咽道 领导住院手术 同事们约好 周六上午一起去看看 我总不能不去吧 我爸妈都得了流感 我只能给你爸妈打电话 让他们俩来帮忙照看两个孩子 结果 他们是怎么照看的 他们只顾着沉沉 但凡他们对西西上点心 他怎么会摔断胳膊 幸亏家里装了监控 废话我也不多说 你自己看吧 视频里 晨晨坐在沙发上摆弄小汽车 我爸妈一左一右陪着玩 而西西一直独自在屋子里跑来跑去 在这段视频里 只在西西撞翻了小板凳的时候 爷爷和奶奶才抬头看她一眼 训斥几句 后来西西拿起小板凳去购书架上的书 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 五岁的孩子平衡能力还没那么强 她只顾着手上的动作 一脚踩空 整个人摔下来 手臂刚好磕在书架边眼上 我看着视频里嚎啕大哭的西西 心疼不已 而我爸我妈将西西抱起后 不但没有耐心安慰 反而还大声喝释 一个小丫头家家的怎么就这么不老实 你哥都没有你逃 视频截至此处 我攥着手机沉沉地叹了口气 想了很久 吁吁地解释道 爸妈也不是故意的 他们岁数大了 看过两个孩子难免力不从心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跟做饭阿姨说说 让她早点来 晚点走 帮着搭把手 别东拉西扯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事 冯丽立声打断我 有视频为证 他们一直围着沉沉转 他们管西西了吗 你没看到吗 这才是重点 我慢吞吞地说 冯丽 这是个意外 谁也不愿意让孩子受伤 爸妈肯定也难过 毕竟西西是他们的亲孙女啊 冯丽笑出奇怪的声音 是吗 亲孙女 我怎么没感觉到 你们心自问 你爸妈把西西 当成亲孙女了吗 我无言以对 冯丽冷笑 他们每次见到两个孩子 对西西带大不理的 每次买玩具 买零食 都是按照沉沉的喜好买 顺便给西西带一份 不管她喜不喜欢 每次去他们家吃饭 他们只做沉沉暗示的菜 什么时候想过西西 这一切是因为什么 你比我更清楚 你不好说出口 那我说 因为沉沉跟你姓吴 西西跟我姓冯 冯丽步步紧逼 直击重点 我再也找不到 遮掩的理由 只能说到 冯丽 你也要理解他们 他们毕竟是老年人 思想比较传统 一时难以接受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你想想 在他们那个年代 哪有剩下孩子 随母亲的情况啊 冯丽痴笑 那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们家提出的这个要求 他们为什么要同意 我爸妈已经做得很到位了 他担心你爸妈重男轻女 还特意强调生两个孩子 如果是一个男孩 是一个女孩 男孩随你家姓 我命好生了个龙凤胎 我还觉得自己特圆满 结果呢 结果你爸妈口头上 硬的挺痛快 等到孩子真的生出来 他们态度马上就变了 如果我心里接受不了 当初大可以不同意啊 我垂着头 不敢说话 如果当初 不同意岳父母的这个要求 我和冯丽的婚事 会谈崩吗 我不确定 显然 我爸妈比我还没信心 我爸妈就是城市普通职工 静静夜夜上一辈子班 攒了两套房 除此之外 没什么家当 而冯丽的父母是办厂的 虽说厂子规模不大 后来也卖掉了 但攒下的家底 不是我家可以比的 现在这个社会 有女儿的父母 都希望女儿 能嫁个条件好的人家 有儿子的父母也不例外 也希望儿子 能娶个条件好的姑娘 这意味着以后生活压力 不会那么大 无论遇到什么困境 老人都能给托底 在上有老 下有小的阶段 不会太难熬 所以当年岳父母 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我和我爸妈的第一反应 并不是自己愿不愿意 而是如果不答应 这个婚还能不能结成 于是我们爽快地答应了 就我个人来说 我能想得开 并不会因此 差异对待两个孩子 现实点说 以我的收入和条件 原本也就只养得起一个孩子 冯丽既然说了 愿意生两个 还有一个愿意随我性 我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就算有一个 不随我性能怎么样 那孩子还不是我老吴家的种 性是可以改 血缘是扯不断的 再者 冯丽是独生女 有个孩子姓冯 岳父母往外掏钱的时候 也会更心甘情愿 将来两个孩子长大了 打断骨头连着筋 互相帮扶 最后得意的 还不是我吗 龙凤胎出生后 本来皆大欢喜 我没想到的是 我爸妈在看到出生证明 实实在在看到两个孩子 姓氏不同的时候 态度竟然变了 他们没有明说 甚至还装了一段时间不介意 但时间久了 伪装总会露出破绽 他们的态度 慢慢变得越来越鲜明 他们用孩子的姓氏 在两个孩子之间 画出了精卫分明的一条线 那条线随着时间的流逝 没有得到修复 慢慢变成了隔阂 隔阂一步步扩大 最终成为一道裂痕 连我这么大条的人 都能明确感觉到 他们对两个孩子的不同态度 更何况是敏感的逢利 偏偏同为长辈 我岳父母对两个孩子不偏不倚 他们对西西好 也对晨晨好 照顾两个孩子尽心尽力 丝毫没有因为姓氏的不同 而有所区别 两相比较 说实话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也私下劝过爸妈多次 无奈他们嘴上答应得好 一到实际行动时 姓氏仿佛有了魔力 他们就是亲晨晨 疏远兮兮 不由自主的 我夹在中间 我也很难啊 该做的 我都做了 但我爸妈就是这个样子 我真的没办法 眼下逢利情绪激动 哭了一场 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了 我有点慌 问道 你这是要干嘛 冯丽说道 我带着孩子 回娘家住几天 吴胜春 我不是因为 西西胳膊摔断 这一件事翻脸的 而是太多太多 小事积攒在一起 我不想再忍了 我问 爸妈不是得流感了吗 你回去方便吗 冯丽面无表情地回我 我爸妈房子多 我去别墅住 话说至此 我也没辙 寻思两个人冷静冷静也不错 只好答应了他 将冯丽送走后 我的心情很烦躁 便将车开到了一条小路上 停下来一边吸烟 一边想办法 把这个矛盾 肯定要抓紧解决 万一把冯丽惹毛了 他真的跟我提出离婚 那我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我不仅会失去儿子和女儿 还会失去一个很好的生活伙伴 冯丽全家是绝对不会害怕离婚的 因为冯丽离了婚 也能带着两个孩子过得很好 但是我就不一定了 我成了一个二婚男人 两个孩子 在没有大钱大房的前提下 我还能找到比冯丽条件好的老婆吗 别做梦了 我很清楚 矛盾点就在兮兮的兴致上 而矛盾的关键是我爸妈的态度 我能够理解爸妈的心情 说实话 最初我对两个孩子两个兴致的问题 也感到很别扭 只要是个男人 谁不希望所有孩子都随自己兴啊 不过 我比我爸妈实相 如果用一个孩子的姓氏 换来生活层次的提升 我觉得很值 让西西兴逢 就是用我婚姻改变命运付出的小代价 很明显 我爸妈看不透这些 或者说 他们更贪婪 既要 又要 最终 导致现在这个别别扭扭的局面 我直接开到爸妈家 进了家门 我一脸丧气地坐在沙发里 说道 冯丽 可能要跟我离婚 她已经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我爸妈待住 片刻后 我爸问道 就因为我们没有看好孩子 让孩子摔骨折了吗 可 可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为等我答话 我妈竟然说道 退一万步讲 要是真离了 晨晨必须归你抚养 我无奈地笑笑 这就是冯丽想离婚的原因 我爸不吭声 我妈 白了我一眼 说道 你打听打听 谁家孩子不跟爸爸姓 我跟你爸出门 都没脸见人 你都不知道亲戚们在背后 怎么念叨的 唉 我想想就血压高 一提到那些长嘴亲戚 我就觉得有些不耐烦 反问道 那你们当初乱答应什么呢 答应了就要做到啊 两个人都不吭声 这时候 我真的有些生气 我发觉爸妈 其实有很蠢的一面 他们盲目自信 他们不懂权衡利弊 他们自以为是 他们总觉得 只有自己 才能给孩子最好的东西 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想得很清楚 婚姻不但是 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这几乎是我唯一 能实现阶级跨越的机会 当然 这些话 只能在肚子里打转转 那些聪明的爸妈 自己能想明白 不聪明的爸妈 比如我爸妈 真的只会用爱的名义扯后腿 我直接了当地说 冯丽要是跟我离婚 孩子一个都不会给我 就算她愿意把晨晨给我抚养 以后西西吃香喝辣 晨晨只能跟着咱们过普通日子 我妈小声嘟囊 咱们还能饿着孩子 我们不是把你养得好好的 我叹口气说 以后西西都名校 晨晨读菜小 长大以后西西住别墅 晨晨住老破旧 我妈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眼眶越来越红 一个母亲的尊严被戳破 流出来的全是无用的药墙 看到寒心如苦的父母如此 我心里不忍 缓了一口气说道 爸妈 我和冯丽如果离婚了 我就是两个玩的二婚男 我这个条件 再婚就只能找个二婚带娃女 我帮人养的孩子 不仅不随我性 还跟我没血缘关系呢 到那个时候 你们为了维持我来之不易的二婚 恐怕还得去扒着那个孩子 你们愿意吗 爸妈对望几眼 终于参透利弊 忙说 行了行了 以后我们会注意的 你快去把冯丽哄回来吧 我松了口气 我也知道 你们不会打心而理接受 起码面子上得过得去吧 爸妈连连点头 我解除了隐患 开车去冯丽的住处 我知道 冯丽还得住一段时间 才能回家 在此期间 我的岳父母还要找我谈话 但最终的结局 一定是冯丽跟着我回家 我们一家四口 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 孩子随父性重要吗 很重要 无论合理与否 这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传统 这是事实 但正因为它很重要 所以放弃是有意义的 在传统和意义面前 现实的年轻人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